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就是新的一個月 6月1日氣溫29度 偶爾有雨 大家記得要帶傘 因為昨天很好笑 昨天我跟大家說不像有雨 但我一錄完影片之後 外面就下到啪啪聲 所以我看到新聞那裡寫說有陣雨的話 都是要盡責任跟大家說記得要帶傘 今天一開始就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 不是我的不好消息 是關於昨天確診數字的不好消息 因為本港昨天在5月31日的時候 新增了329宗的確診 其中中環南桂坊酒吧的群組 已經增加至59名的顧客確診 在合共1400名顧客當中 衛生署就說 還有200人還未做強制檢測 兩間爆液的酒吧 都有DJ在現場搞氣氛 衛生署就揭發 即是爆液當晚有不少的顧客 是在裏面脫口罩歡呼 和違規跳舞 食環處就已經對於酒吧安排DJ 在現場表演究竟屬不屬於違規 但受到事件影響 特首林鄭月娥就宣布 很大可能就不會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老實說 酒吧的人士經常在叫苦連天 但到現在放寬給你的時候 的確 食股開的時候 4月21號直到現在 是有一兩間食股爆液 但在食股中間沒有做錯事 沒有人違規 即是可以進去的 每個人都針卡 安心出行 但酒吧的人說得自己很慘 但原來一開的時候 超時經營的也有 請外人回來搞氣氛也有 然後除了口罩去玩也有 什麼都有 那麼酒吧人士還好不好意思 經常在老叫苦連天 即是有時候你們連自己都沒有做好 甚至乎 即是現在是因為 酒吧這個行業 是隨時連累到大家 其他在做的行業 都會懷疑家都未頂 麻煩 即是之前那些 哭耗得最 最嚴重的那個酒吧人士 麻煩出來回應一下 即是現在看到酒吧點點點 你有什麼回應 是不是真的覺得酒吧行業 跟其他行業一樣沒錯呢 即是我對於那些 很喜歡拿光環 散播恐懼 亂說話 即是表紙又要拿精緻牌坊 我自己是有份心在那裡 是很想去提醒大家 其實社會上是經常有這些厚顏無恥的人 即是好像那個 數學無形之父梁卓偉 還有袁國勇那些 去到現在第六波未爆 不知道去了哪裡 數學模型錯了又不去改 即是數學模型錯了 不去改 你只會影響日後其他人的學術發展 但是他又不出來回應 就不知道究竟是誰錯了 究竟是梁卓偉錯 還是他引用那些博士的數學模型錯了 不知道 又不解釋 縮掉就當算了 這些不行的 一定要突出來和大家說一下 對不對 今天其實都幾多古靈精怪的新聞 第一單新聞 昨天和大家說的 香港仔珍寶漁船 在宇宙等船 數層高廚的廚房等船 突然之間沉落水 回轉 究竟是甚麼事 現在整個珍寶海鮮坊 嚴重傾斜 接近90度塔下 香港仔珍寶海鮮坊 停業了接近兩年時間 由於還未能夠尋找到合適的第三方機構營運 集團就宣布 6月的時候將會移離香港 有很多人都在討論 可以移離去哪裡 不如嘗試移離去日本 移去日本的話 應該有很多日本人會去光顧 又可以成為一個世界大新聞 令到很多人都可以去日本光顧 當然 這件事就算搬到日本 對香港人沒有益 因為這些錢不是我們賺的 但是 用商業的角度都可以去想想 不過 究竟那架這樣的船 我不想這樣說 但看上去又殘舊舊 熬不熬得住去日本的旅程 會不會被船、浪、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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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真的想不到 在沒有人鬥它的情況之下 那架船都已經自己倒下去了 昨天晚上11點的時候 海鮮坊發生沉船事故 連接著海鮮坊的一艘大型等船 突然之間入水回沉 消息指 那艘船是作廚房之用 不排除和日久失修有關 現場可見 該等船有幾層扭高 船身也嚴重傾側 接近90度塔下 躺餓在水上 再浮再沉 不過幸好救援人員廣道的時候 證實沒有人傷亡或失蹤 之後就交遊船主自行處理 其實有時候真的想 是不是真的這麼巧 因為就算你說兩年不開工也好 但你不可以像其他酒樓一樣 你放了所有東西都不理會 我知道 初初疫情開始 很多酒樓停泊的時候 有些酒樓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原來有些凍肉放在櫃裡 然後不用管了 為了省電費 就直接拔了插鬚 然後肉就在裡面繼續湊 湊到整個商場 湊到其他街坊 甚至到處都是老鼠、蟑螂、蟑螂 這些是屋村的酒樓 他們的做法 但你珍寶芳的話 你整艘船在這裏 其實政府在那些安危 安全 定期交報告那些 一定會跟你抓到抓 例如說 每兩年一次檢查 每三年一次檢查 那些一定會跟你做抓 如果不是 海市署那邊都很嚴重 所以我自己也好奇 明明今天就應該搬走了 但是突然之間 一手等船就說 究竟是否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是否突然之間 有人不想船離開香港呢 所以就不是搞正船 要搞就搞隔離的父居 拖延 即是他會移離香港的計劃都不頂 這個我猜一下 但有什麼理由 那些時間會適合得這麼巧呢 下一則新聞 跟黑暴有關的新聞 還要是相當之相當之得人害怕的 因為警方在昨天5月31日 在長沙環進行掃虐物行動期間 在兩名男女移班的劏房裡 找到一些很得人害怕的東西 是說那些充風木艙 即是那些招招招招招招招的那些 還要是很厲害很厲害那種 那警方就在今天6月1日凌晨 就交代案情就說 涉案的那把充風招招招 機械齊全 但是有沒有能力發射和使用過未呢 還需要交給軍械鑑證科去鑑定 警方也正式就著有關的 即是那些招招招的來源 去作出一個全面的調查 現階段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黑幫的鬥爭 會不會有激進人士 想著在未來某些日子去作出襲擊 其實這裏都說得很白 就是7月1日 原本這宗新聞是說 昨天下午的時候 警方在深水埗區 就拘捕了一名男子 在他身上就找到1.5公斤的那些東西 之後就把他押回去他和女朋友分租的地方 再找到3.7公斤的 另外還有些350克的其他東西 1.26克的其他東西 最後在他們那裏 除了找到那些招招招之外 也找到50發的蛋 而且還要有消音器 相當之危險 相當之得人害怕 還有就是說 這些東西是包裝得很齊整的 是分裝一包包放在一個小袋裡 只要你拿起它 一早起了 就基本上可以用得差不多 這些就真的相當之恐怖 相當之得人害怕 還有他那把東西 根據一些專家分析 這支有什麼好處呢 體積勢 隱蔽力高 還有最重要的是火力夠強 這些東西真的防不勝防 你真是想不到 原來有些人 居然隨時在一間劏房裡就有 即是現在一間劏房裡有一把 會不會是新蒲崗的劏房也有 荔枝葛的劏房也有 那些 到最後7月1日會變成怎樣呢 即是到時候 不要說什麼200萬人各一支 只是200人有一支的話 香港即時大亂 即時上了國際頭條 國際新聞都不出奇 如果別人有心的 別人想玩特集的那些 你真是避無可避 因為他不是說 上年7月1日的孤狼那些 即是那些 你都可以說別人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那些 你都有機會活命 但一拿著這些 他不用理 即是你平時有打開遊戲 按下麥克風就飛出來 那些東西就飛出來 那些東西 你都可以說別人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而且到時候香港一亂 影響習主席下來的話 大家就不要覺得 只是畫面不好看 我一直都強調 只要習主席願意下來 香港經濟 我猜起碼好三個月 但我那些比較聰明 那些分量重點的朋友 就跟我說 起碼好半年 大家就想到 即是 但凡是一支音的玩具仔 隨時只要他一拿出來 我不管他有沒有開 會令到香港間接跌幾百億的收益 都不頂 雖然不會直接落到你和我的袋子 但作為一個希望香港好的人 我當然是希望香港 或者更加多的北水 有機會下來香港 看看自己有沒有機會 賺回一兩百也好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關於奪命車禍 屯門貨車翻側 男性客被困昏迷 最後雙重不治 屯門發生了斷命車禍 昨天晚上7時 屯門一輛貨車沿著屯庫路行駛期間 懷疑是一個彎位失控 向左翻側 車上一名50歲的男性客被困昏迷 消防事故安全隊和攤塔守救隊的專隊 接報到場 把男性客救出 大可惜 已經當場正實不治 另外一名年約36歲的男司機 亦手捕受傷 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指 攝氏的男司機 酒精測試結果超飆了兩倍 好了 不需要說太多了 大家就知道什麼事 這些不用想 沒有十年都二十年 還有最慘的是 坐得你的車子 起碼都是你的公友或者朋友 那你怎樣交代呢 還有會選擇坐車的人 當然都已經離開了 但都會想 你怎麼會有信心去坐一個這樣人的車子 對吧 大佬自己的生命要緊 真是信不過 對不對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一個兩歲的男童 去診所接受治療 聞完氧氣 還是聞完什麼 冒化治療之後 身亡 最後死因廷 裁定死於不限 父親也稱 對於有人懷疑改病歷 感到憤怒 讀完這則新聞後 這則我有多一點 自己的知識和大家分享 因為只說裁定於死於不幸 這件事 有很多大家沒有經歷過死因廷 或者不熟悉這些人 就不明白當中的意義 因為當中意義是相當之大 好了 跟大家看看一則新聞 兩歲的男童被診斷出 滋氣管炎和感冒菌入腸 吃藥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都仍未康復 於是父母帶他到醫科診所求醫 男童接受無化氣治療之後 情況突然惡化 送院搶救後 證實不止 死因廷就著事件展開聆訊 診所的醫生和護士 被質疑診斷不足 未能及時進行急救等等 裁判官進行引導時 向陪審團提供三個選項 包括死於自然 死於不幸 死因傳宜 陪審庭在昨天31日裁定了 藍童死於不幸 死因庭裁判官何俊堯 大家都不太喜歡那個 將案件轉介給警方調查 以研究是否有人作假口供 和牽涉虛假文書等的刑事成份 藍童父親就說 他錯信醫生覺得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亦都稱 從死因庭當中 得知有人修改病歷感到憤怒 並且稱會向醫委會作出投訴 其實改病歷這些事情 你們普通觀眾就會覺得很大件事 但我這樣和大家說 平時沒事的時候就沒事 但凡有起事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事 甚至乎是 這些事情可以差十幾二十次 才什麼的我都見過 不過我當然沒有落手碰過 我自己有一個朋友 以前也是在港安醫院 都上了新聞 就是他太太在港安醫院和抗生素有關 因為藥物敏感而離開 這些大家去找些關鍵字眼都找到 即是抗生素、港安醫院、太太 然後離去這些關鍵字眼都找到 我當時也問他 他跟我說了很多事情 就是病歷改這些 大家就預料一定會有 而且對於那班有牌和大機構的人 他改病歷改變 你真的催不上 你沒有專業資格 你要去做這些質疑的話 可能別人改一隻字 就是用三、四秒的時間 但你要去追究這件事 你確定要用你人生去三年 甚至乎四年的時間 當中你會消耗自己不少的心力 你又要自己去找證據 自己去找不同的部門 然後不同的部門又會去敷衍你 你要煩到他們不夠膽氣你 才會拿你的案件去做 所以你要跟這些大公司有牌的人 去做一些爭辯爭博的話 如果你不是很有錢 你真的不是一個月賺十幾萬的人 不要想著去跟這些部門鬥 我不是說不應該爭取公義 但是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我就是被港安醫院把我的資料丟上網 我又被網絡欺凌 那些什麼都有 所以就相當令人害怕 這一宗算是極度特別的新聞 就是有個官出口就說 叫警方去跟進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事情直到概觀定論 都不會有任何跟進 更加不要妄想會有人會負責任 我們小市民其實在這方面是極度弱勢 我們是慘過賤民 我們是被人踩在泥土上面被人欺負的 就是在這些方面 好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裁判官死於不幸 死於自然 和死因存疑有什麼分別 死因存疑和死於不幸 在某個角度上 是可以歸納在同一個類別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官判定死於自然 代表男童的父親 是很難可以向法庭做一些民事索償 但是相反 如果是說死於不幸 或者死因存疑的話 這樣是極度有利於去進行一些民事索償 例如說 去跟那間診所 跟那個醫生說去賠償 例如說叫他賠幾百個 因為現在是說一個直接的男童走了 所以應該是去到八萬級別 所以有些不懂法律的人 會覺得什麼不幸 官是否真的沒有工作 其實不是 這次官的決定是幫助這個家庭 方便他們日後去爭取他們的功運 還有這個官 何俊堯 大家在一些反修例判決裡面不喜歡他 但是這次這宗 我覺得真的做得不錯 一來方便日後的家屬去進行一些索償 還有就是把這件事直接轉介給警方 因為如果由男童自己的家長去做的話 其實會被警方玩死 例如說 你又不懂法律 我不知道你怎樣的 但是如果由個官去說的話 警方就沒得推一定要去開 file 因為很多時候 我不是說沒黑香港警察 不過這些是事實來的 這些是歷史來的 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即是有時候 你呀我呀 大家不懂法律這些 就著這些什麼假口供呀 假文件這些事情去報案的話 很多時候就是 你會被人灑出來 即是有時候是打工仔心態 即是這些這麼麻煩的事情 幫你搞定完 又不是說破大案 破完會寫好自己的 file 盡量都是會 棄得就棄你 甚至他自己也不懂法律 然後跟你在這裏說法律 就說 你你找個律師過來 不然這些處理不了 很多咪哩咪哩的事情 即是相信大家要明白 即是就算是有警察 聽著這件事 聽著我講的這件事 也好 老實說大家的心照 有時候有些比較複雜 又或者是說 就算你知道當時人 他有些不公在身上 但他沒有辦法表達得清楚的時候 即是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就是不了了之陰 我自己也曾幾何時試過就住 即是港版國安醫院的文件去報案 但很可惜 即是我自己的待遇其實也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是說叫做抹黑 我都是把歷史事實反映出來 即是如果我剛巧當時真的 是剛巧我不幸運 那我到時就跟大家道歉 我只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過 好了 和大家再看看下一則新聞 巴士又又又又又有針 那麼男乘客坐82號新巴的時候被刺傷 在昨天下午4點的時候 一架82號路線的新巴 由北角碼頭開往小西灣的南灣半島途中 逝至英皇道6825號對開的時候 一名男乘客就突然之間向車長報稱 就說他的座椅上面就有一支針刺傷了他 車長就連忙將巴士停下並且報警 不過幸好男事主就只是輕傷並無大礙 事後拒絕送院 警方就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 和普通襲擊案去調查 暫時未有人被捕 現在香港並不太便宜 已經在九天內有三宗同類型的案件 平均每三天就一宗 相當之得人害怕 坐巴士的時候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眼睛要離一點 看緊了 沒有義密了才坐下去 你不知道那些針裡面 究竟他會不會在針上面又搞了些什麼 會不會有細菌感染 破傷風 諸如此類有什麼呢 下一則新聞 關於林作 林作之前炮軍的港者 九成都是豬扒 現在懷疑收到律師信 還要是說E-mail的律師信 究竟這些E-mail的律師信 是否真是TVB出的呢 號稱香港抽水王的林作 日前在社交網站評論 任務大力疑似回巢做機師的新聞的時候 就說做機師的年薪只有200萬太少 認為跟他做保險就可以賺到更多錢 於是他就更加把香港小姐 比喻作為他的銷售行業 港者根本就不難選 每年選的很多人大九成都是豬扒 一落電視乘下車 你就會看到 於是他的言論引起了不少討論 於是在昨天的時候 林作就在他的限時動態上載了多張電話截圖 就說自己是收到來自無線的律師信電郵 林作自己當然不怕 而且他也做過律師 跟過青紅的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其實律師信真的好少是電郵出的 電郵出的其實還算不算正規律師信呢 如果你真的有律師信去通知別人的話 一定是說你要知道他的地址 然後找人信送掛號信 然後別人簽了這些才叫做正式收的 電郵律師信這些老實說 現在是會被人笑到傻 而且你好出不出出給林作 你說出給其他普通人 他們會害怕的 但是林作 如果他有得被告上庭的話 他更開心 又可以幫他打廣告 然後他自己又可以在庭上 發揮過他的歷史 他的能力 雖然大家會覺得他傻傻傻 但是他真是一個獨國法律的人 在庭上能夠捏得低他 又或者就是 他可能就算輸也好 但他在法庭上的言論 他所的曝光 到最後又是林作賺光 所以很大機會 這封電郵 會不會有人自編自導自演呢 或者會不會有些網友 即是他假裝TVB去出律師信 因為TVB自己暫時還未回應這封律師信的真偽 所以很多東西暫時還未知道 不過如果律師信如果用電郵的話 老實說信不過 即是可以一笑自知 下一則新聞 又是跟TVB的新聞有關 物藝 TVB的藝人密浩宜 懷疑被收音師無手無腳 究竟是甚麼事呢 在前日的時候 無線電視的藝人密浩宜 在個人的社交平台上 正在拍攝無線電視的新劇 下流上車族的時候 懷疑被當日的收音師Eric 無手無腳 因為有時候一些收音的咪 就是要穿過一件衣服 然後在這裏出個咪頭出來 那些女藝人有時候 因為劇中的要求 穿裙等等 正常來說 那些咪應該是女點女 然後就男點男 因為不是每一個咪都那麼容易去設定好 不是說自己就可以穿回去 有時候真的要靠人幫忙 那他就說 當日那個男的收音師又怎樣對他 塞下去不知哪裏 又左右移動 令到他覺得不舒服 於是就放上社交平台那裏說 那TVB都說到明 就是會嚴肅去跟進 又或者再刻心點想 那這些其實會不會是宣傳的手法來呢 會不會是TVB和這個女藝人 是否一起去宣傳 告訴大家 我們有一套新劇叫做下樓上車族 還有這個女藝人去做的 其實是不是自編自導的話 大家可以想一下 咦 究竟之後是否真的有收音師被人炒了魷魚呢 還是是不了了之當這件事沒有發生呢 或者就是說 如果真的這麼大件事的話 又沒有報警先 那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後續的發展去想一下 這些會不會是跟林作一樣那些黑暗的公關宣傳手法呢 其實是絕對有可能的 再看下一單新聞 關於昨天和大家說的 就是元朗八鄉回收場的藍工 被碎膠機意外離開 包弟最後就說 負責人是沒有聯絡過家屬的 即是說當中回收場的僱主就是不負責任 可能為了想逃避一些賠償的安排 因為這些如果最後證實了真的跟他關係的話 隨時去過場要撿了要賠百多個出來 現在仍未接觸家屬 可能他本人行蹤都成迷都不頂了 這些又是一些黑心僱主 唉真是相當之慘 明明家人的哥哥已經離開了 但還要遇到一些無良僱主 希望政府警方做事 發通緝令也好 捉人也好 總之不要讓這些人走得掉 一單關於中國的新聞 飛蟻來襲上海遭到白蟻侵佔 隨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導致錯過了最佳控制蚊蟲的時機 由29日晚開始 有不少上海市民反映給飛蟻來襲 即是無論在家裡也好 還是在辦公室也好 只要一開燈 所有飛蟻都蜂擁而至 對於突然之間出現大量飛蟻 這件事有專家解釋就說 每年的4月到7月都是上海白蟻的高峰期 降雨之後的氣溫和濕度更加適合白蟻飛行 上海市物業管理事務中心副主任張秉均 承認今年的白蟻滅蟻工作的確受到疫情影響 所以錯過了早春最佳的控制時機 這些沒辦法 白蟻這些我自己都很害怕 就算我住三十多樓也好 有時候都會有白蟻 通常一旦見到第一隻白蟻的時候 就不要管了 關燈 關燈之後 確保附近沒有飛蟻 或者拍死了之後 就關窗開冷氣開燈 即是沒辦法 你對著飛蟻 你滅不完他們 就唯有關窗開冷氣 所以接下來五月六月的電費單 就甘了 因為現在天氣熱 天天都跟大家說 又28、29度 所以我自己都開多了冷氣 唉 到時將電費下降了 到時就慘了 即是到時交了家用 交了電費、水費 都不知道還有多少錢可以剩 真是可憐 不過沒辦法 難道你真是說為了省錢 冷氣都不開嗎 對吧 有時候開冷氣的確是挺重要的 下一則新聞 之前跟大家說過 即是說 那個所謂的治療師 罵兩歲女童那個 現在又有些後續的跟進 涉事的中心已經道歉 那名的行為治療師 已經被終止合作 這些又是那些 即是但凡有什麼事 拍片放上網 即是你拍了放上網的話 就起碼留了底 至於事情罵不罵得大 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不去拍片 你不去放上網的話 你要令到事情 能夠被人知道 能夠可以令到攝氏人士 得到相關 得到合適的懲罰的機會 就是變成零 所以又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即是如果這件事 沒有人罵大的話 那又有誰去理呢 根本就是沒有 不過 見到這些不恰當的行為治療師 被人終止了合約 短暫地來說 沒有了飯碗 不抵可憐 即是他自己拿來 是他抵的 還要說 涉氏的女導師 姓黃 有合資格的牌照 還要擁有六年的相關經驗 曾經是有負責過教統局的教育項目經驗 六年經驗 原來還是只有這個樣子 那就死定了 即是六年的工作經驗 再加上四年的大學生涯 也就是他有十年時間 是沉醉在這個項目當中 原來十年的經驗都是 學、罵、佛 那請他做什麼呢 找我媽媽去也可以 打兒子、教兒子、罵兒子 有誰做媽媽不懂 不過是現在的年輕人 就不可以每天都藤條炆豬肉 萬一藤條起上來 有時候重手了 到時候自己都麻煩 但好像我小時候的年代 大家都是這樣 藤條炆豬肉大 所以為什麼要有這些新興行業 就是希望不用用藤條炆豬肉的情況下 都可以教好的小朋友 免得他太多心理陰影 但原來都是用這些方法 這些行業還需要存在嗎 最後一宗新聞 關於一個前女記者 被特務警察狂追的時候 於是一路跑一路摸一路摸一路摸 被噴胡椒噴霧的時候 還要除自己的底底 不知道什麼事了 相當之瘋 一名曾經在蘋果日報任職記者的 呂文園 涉嫌在去年的金鐘政府總部外 拿露身體 並且藏有藥物和妨礙特務警員 案件在昨天31號在東區法院開審 特務警察公稱 當日被告在政總外面 沒有理會他們的勸阻而離開 於是他就去攔截對方 令到整個畫面都相當之噁心 案件整體上就叫做審理完結 裁判官就押後到6月20日去裁決 這個女人很年輕 24歲 都做了這些事情 究竟他是不是很大了呢 還有 我也不想這樣說 我原本不明白有什麼人會這樣瘋瘋瘋瘋瘋 但看到蘋果日報 好像突然覺得整件事都不太不合理 在蘋果日報做的是什麼人 大家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麼激進的行為 也不奇怪 等到6月20日之後 究竟有什麼裁決 再跟大家說一下 到時就在神早新聞那裏跟大家說 好了 今天的神早新聞就到這裡 我們待會的井仔點看再見